一场关于美食的竞争 正在上海悄然上演 从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进来的美食 每年都以三位数的数字在增加 那么上海的老百姓 平时有很多的选择 在上海里面已经有很多茶餐厅 但在一般估计可能有 500家到600家以上 所谓上海产品 竞争 港式茶餐厅凭什么脱颖而出 应该是230多种产品 希望每一次的菜肴 都能给到顾客有一些新鲜感觉 升级版茶餐厅 又是否还能保证香港的原味 就比如说你看一些TVB的港区 就感觉这边的文化 和那边的挺相符的 传统 文化 市场 利润 餐饮行业的新斗争 我们应该如何取舍 茶餐厅要变 它也要变得更好 它这么多包小 它要口味一直不来一样 茶餐厅双城祭夏季 正在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人们常常用东方蜘蛛来形容香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南下香港的上海人 将智慧和财富带进了香港 许多年后 上海与香港似有相仿的城市气质 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双城故事就此展开 这儿的上海菜做得不错 你不想家吗 可是专程到香港来吃上海菜 好像有点傻气 跟你在一起 我就喜欢做各种傻事 上海的女人去了香港 香港的男人也来到上海 我很早期 20多年前就回到上海 那我很爱这个城市 李道宏 香港艺人 1995年的电视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中 白浪哥的形象而深入人心 时至今日 他的本名反而变得不那么让人熟知了 我白浪就不同了 我往台上一站 就是大众的歌迷情人 1999年 李道宏同一位美丽的上海姑娘结婚 至此移居上海 但是有一样 我吃吃吃吃想吃香港东西 怎么办 那么我在那个时候 就要早茶餐厅 用24小时生活 第25小时思考 我是徐薇杰 有人说 港式茶餐厅 就像它的原产地香港一样 有着兼容并包的特色 而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 曾在香港辉煌一时的茶餐厅 终于也迎来了自己 在全国舞台上大展拳脚的机会 但是在香港人推广茶餐厅之初 他们也有过自己的担忧 离开了那片孕育了他的熟悉土壤 登陆异地的茶餐厅 是不是会水土不服呢 15年前的上海 能吃到地道香港菜的餐厅 寥寥无几 对于出道上海的香港人而言 吃曾经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 面对当时上海滩变化莫测的餐饮市场 许多港式餐厅的投资者 似乎也显得有些捉摸不定 竞争越来越激烈 从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进来的美食 每年都以三位数的数字在增加 我觉得因为各种各样的菜市 都进入了上海 那么上海的老百姓 平时有很多的选择 他们的口味也越来越挑剔 陈伟星是最早一批 愿意来上海冒险的港式餐厅投资者 香港避风堂菜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被引进到了上海人的餐桌上 其实避风堂是香港的一个地名 避风堂菜市的主要的特征 其实是小海星的烹饪 那么当时我知道 香港很多这些名人 老的这些老牌的艺人 比如说沈殿祥 白浪哥这些 都会在周末带上自己的朋友 去那边吃船上的 避风堂的菜戏 然后再听听这个乐剧 鑽石鑽石亮晶晶 好像天上在下的心 天上的心儿在不早 不如鑽石之黄晶 大家今天都在唱K-Hop 什么K-Hop OK啊 其实它的来源呢 在香港不是来自日本的 它是来自这个避风堂的 为什么呢 这个避风堂上面有一批 他们这个渔民长得很好的 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 就会听见有人在唱歌 八十年代大家熟悉的 龙邦龙老这个上海滩 我们从避风堂唱起的 而不是在卡拉OK唱起的 他们就要弹给我们听 我们就跟住唱了 那么这之后我们就 哇 这是第一代的 我竟然说它第一代的卡拉OK了 那是一个有趣的年代 电视影像成为了潮流的引领者 茶餐厅作为港剧中的重要场景 很快被人们接受 所以当时我就把整个 包括点心 茶点 包括米面 粥粉 还有很多的甜点 香港传统的特色的奶茶 鸳鸯 应该是230多种产品 让人家感受到 这个传统的粤菜文化 城市发展的越快 人们的接受能力也变得越强 在当时的上海人看来 港式餐厅里的食品 与他们在港剧里看到的菜色 几乎相同 便先入为主地认为 这些餐厅全部都是茶餐厅 对于地道的避风堂菜肴来说 他们也借着茶餐厅的名号 渐渐地被挑剔的 上海食客们所接受 不得不说 这是香港美食的一次集体胜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 茶餐厅的定义 就是从这时开始变得广义起来 1997年 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 大批香港商人来到内地淘金 包括白浪哥这样的香港艺人 也来到内地寻求发展 饮食问题被越发放大 于是众多香港餐饮品牌 也伴随着人口流动而来 真正的茶餐厅落户上海 竞争激烈 茶餐厅不断变身 究竟谁才是正宗 在产品的定位上是有一定的分别的 我们是比较更接近 茶餐厅比较多 香港的云震还是小 到了上海就大了一倍 从香港到上海 又从上海转回香港 海派茶餐厅为何学样学不足 略微有一点点偏甜了 希望我们感应一下 我们做街坊生意要记住街坊的口味 不然怎么和困难在竞争 茶餐厅双成绩正在播出 秦云齐先生的港式茶餐厅 凭借着他独特的服务理念 摆脱了初期的困境 开始了全新的发展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是2000年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一档 生活时尚栏目 茶餐厅首次作为主角 登上了电视营品 最早在我们97年开业的时候 餐厅里香港的客人 还是占得比较多 80% 20%是上海的本地客人 在语言的沟通上 也有可能比较有点小插曲 当时我们在拥挤茶餐厅 做服务员的时候 客人所说的游击 我们的员工就会听成是牛精 当初在节目中 有过一段出镜经历的汪小姐 现在已经从店内服务员 一步步走到店内经理的位置 15年过去了 他和他所供职的这家茶餐厅一起 见证了香港饮食文化 在上海的变迁 当时97年 在上海的这个茶餐厅的话 其实是有两家 一个是我们 另外一个是避风堂 但我们跟避风堂之间的话 其实在产品的定位上 是有一定的分别的 我们是比较更接近 茶餐厅比较多 最早来到上海的茶餐厅 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原汁原味 尽量选用香港 或者是来自广东的员工 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以示正宗 但慢慢的 这些经营理念 被内地的实际情况所改变 香港的云吞面 不是每一个上海人会喜欢 因为它是碱水面 碱水面 是有它的碱水味道 结果我太太觉得 这是非常好的味道 90年代初 我亲眼看见 这一家茶餐厅 那个时候 就有上海的朋友说 嘎 嘎小餐厅 那光洞灵啊 瓦得要洗啊 给我们这个上海灵 切个这个餐厅 拿着嘎小气发了 那么 这就产生很多笑话出来 后来现在大家 在上海吃到改良了 大想 大部分 其实香港的云吞还是小 到了上海 就大了一倍 云吞面起源于广州 上世纪50年代 在香港蓬勃兴起 成为香港特色美食之一 如今很多人 也将它认为 最能代表香港美食文化的 菜肴之一 真正的从口味来讲 美好的原材料 都是不要去出来 硬切无烂的 包括我们的云吞面 其实我们的选材 这个是非常有要求 云吞的用料讲究 肉馅选用新鲜的全猪肉 汤是清香 干美的上汤 面是弹牙爽口的全蛋生面 拥有这些 才是正宗云吞面的 真谛所在 尽管来到上海后的云吞 个头比原先大了一倍 但在用料上 护上茶餐厅们 依旧恪守着自己的心跳 正是这份坚持 为茶餐厅的异地发展 埋下了优良的种子 我们到访的这天 汪小姐正在和同事们 讨论新菜单的设计 那个窗户的那个玻璃上面 还有我们电子显示品的这块 都做一些消息的宣传 他们打算在茶餐厅里 售买本帮菜和川菜当中的 热门菜品 专职的地方菜师傅 最近已经在店里帮忙了 但汪小姐还没有确定 究竟选择哪几道菜加入菜单 在这些候选菜色中 酱烧 茄瓜似略有创新 其偏甜的口味 似乎也更加适合上海人的喜好 而经典川菜 剁椒鱼头的加入 这是15年前的茶餐厅里 绝想不到的 港式茶餐厅 从最初只是为方便来上海 投资工作的香港人而设 转变为需要满足 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人的需求 不得不说 平民化的茶餐厅 如今似乎有着大梦想 目前来看的话 餐厅的运营状况 基本上上海的客人也占的是比较多 占50% 有可能香港客人也占50% 香港人在家乡的美食中化解着香愁 上海人在茶餐厅中 实现了新向往制的美食梦想 如果一个在香港长大的人 你问他茶餐厅对他影响 可能就是好像空气一样 在旁边 一直混来混去混在旁边 都陪着你长大的一个地方 当一个不是本地人 或者是外来人 好像我所谓一个香港人 然后在上海 然后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我就发现在旁边看见 我非常熟悉的茶餐厅 所以就很单纯地想到说 那我要不要为现在的 这么多的香港人 居在上海工作生活 那是不是我应该开一个茶餐厅 作为一个地道的香港人 茶餐厅老板充实起儿时记忆 把自己的童年印象 融进他自己所经营的餐厅中 他用这些细节 与人分享着那份长久不解 的茶餐厅情节 历史是讲一天一天长大的 所以我是有点狡猾 偷偷把这个时间跟地点压束 然后把它搬过来 放在你眼前 然后尽量让他做得比较真实的 它是茶餐厅 它不是餐厅 餐厅你进去 就是你二位或者三位 他给你一个三个人的桌子 你照做 可是在香港我们不可以了 这是不受规矩 那你两个人就找两个人的位置坐 那万一我找不到怎么办呢 拼桌 这香港的特有文化 你可以在一个十个人的大桌子 你两个这样坐 另外两个人这样坐 另外三个人这样坐 就坐满十个位置 这是拼桌文化 如果你看到卡座了 卡座的意思在香港就是我们今天像面对面的 这是两个沙发这样子的卡座 是双人的或者三人的 你两个人进去不要面对面坐 你一定要两个这样一块坐 并排坐 另外两个人就会这样子坐 大家不认识的 不认识之下不想吃东西 我还在上海人的眼中 或者是有点不太习惯 无法领带一个 一个 可是我其实反而来拿蛋糕 那在香港是很习惯的 互相相似一下 那很糟 然后吃吃吃吃 这是一个 我们讲动作上的文化 我发现上海的茶茶厅 已经是进入了比较漂亮 比较卫生 也比较讲究的 香港的茶茶厅还在不讲究的 而且甚至我都是那板凳给你穿 那到了这个 几乎我在上海茶茶厅 你看到都是很舒服的沙发 很舒服的椅子 不可能要板凳给我坐 拼桌 这当年为节约资源 而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如今却成为了茶餐厅文化 向外的延伸 茶餐厅老板告诉我们 一对因拼桌而结缘的青年 近日送来了结婚的请柬 更是让他喜出望外 拼桌也似乎增加了 一种浪漫的色彩 转眼间 茶餐厅这种洋溢着香港味道的餐饮文化 已经登陆上海15年了 从最初的站稳脚跟到后来的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 乃至在茶餐厅文化中追求一种优雅的情调 他与上海本土的海派文化相互融合 相互碰撞 不断改良 现在已经渗透到了许多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 我和坚本的帮上还有口味 也就不达一样了 这一头开始一吹流的 我都拿死了 茶餐厅的环境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就是吃的东西会比较的清淡干净 就比如说你看一些TVB的港剧 就感觉这边的文化和那边的挺相符的 比如说谈情说爱里面的西路妹 她经常要问Kathleen冲泡鸳鸯奶茶 路火街头里面的low bar 每天下午三点一刻 她就一定要吃到那个蛋挞 比如说女人不易做啦 她里面的邓翠文 每次一下飞机就要一定要点后多试 所以这些都给我比较深刻的影响 在深海潮厅厅都只吃差不多的东西 在深海来出差的时候 也希望在深海里可以吃到 跟上海一样的东西了 比方说这些香味 比方说哪些成粉 都是我觉得是从上海带过来的 但是融合在深海的一些味道 然后有一个很足得的 在深海才可以吃到的一个 深海茶餐厅的风味 经过15年的打磨 茶餐厅在上海安顿了下来 不论店面装潢还是菜品样式 茶餐厅在上海的形态 已经非常接近内地传统意义上的酒楼 或许这是茶餐厅在异地发展的最大妥协 然而上海的茶餐厅 真的跟香港的茶餐厅一样吗 有人也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十多年前 上海的许多餐厅都喜欢打上 聘请香港名厨处理 以此作为餐厅的生意招牌 经过多年的历练 如今这样的招牌已经很难见到了 然而 帮衬过后 你总会觉得上海的茶餐厅 同香港本土的茶餐厅 多少有些出入 其实 茶餐厅的食物论制作工艺并不繁琐 而内地的茶餐厅之所以学样学不足 往往是因为欠缺了浓浓的人情味 平民出身的茶餐厅 往往给人一种揭放邻里的亲切感 在蛋挞牛制 飞沙走奶中 草根阶层暂且释放了压力 也感悟了他们的人生百态 哎呀 小芬妮早 帮爷爷买早餐的 是啊 照旧 等一等 阿辉 写蛋 来了 蛋挞上浇牛奶 松花炒蛋 面包取鞭烤底 奶茶不要尝 十几块钱生意那么挑剔啊 不是挑剔 是性格 我们做街坊生意 要记住街坊的口味 不然怎么和快餐厅竞争啊 哦哦哦 什么还不过去 哦哦 快呀 其实 香港茶餐厅文化的根源 在于浓浓的人情味 这是很多在异地发展的茶餐厅 所学不来的 有时老客户走进店铺 不用点单 老板就知道该上什么菜 这样的温情 其实才是茶餐厅的精髓所在 正因如此 茶餐厅也一直在配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而不断调和 如今香港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这也要求茶餐厅的效率有所提高 当我们在香港拍摄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套 由茶餐厅服务员研究出来的速记符号 以此来配合快速点单的需求 据说 这套速记符号已经沿用了几十年 热奶茶简写为T 冻奶茶就是在T上加一个东 而柠檬茶就直接用 凝的谐音 零 T表示 如果在T下面加三横 则是非沙走奶的茶 非沙走奶是茶餐厅对他们两大法宝 奶茶和咖啡 不加糖 不加奶的简称 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要求食物走轻 就是不放葱 在香港虽然是 大家提倡一个叫做 少吃多滋味的文化 可是也有部分的学生发育时期 他要吃很多东西 虽然我们在念高中的时候 最容易吃完 那么吃不饱了 普通的一个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希望叫加底 这老板一听得懂 加底一般会加两块钱 然后就加个一块钱 其实加底就是把菜不煸 他把饭多给我半碗而已碗 那碰到女生要减肥了怎么办 不要浪费啊 想扣底 扣底的时候 那个米饭给我半碗就行了 而且这个面呢 少一半的面就够了 那么这就提上一个 你吃得多的 你可以多借着 香港茶餐厅一直有为香港人定制 独特经营方式的习惯 其实 在那个没有茶餐厅的年代 饮茶要去茶档 吃云吞面要去面铺 吃焗猪扒饭就要去西餐厅 后来这些东西都被引进到茶餐厅里 如今你甚至还能在茶餐厅里吃上热菜小炒 这样的菜单几乎与大酒楼无异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这样的改变只是在简单的迎合市场需求罢了 但如果当你在香港这样向茶餐厅老板发问 他们会告诉你 这是因为人情冷断 上午八点 在上班族们匆忙的脚步中 上海的新一天正式开始 Lisa是上海一家茶餐厅的员工 和往常一样 她准时推开了餐厅的大门 就此 茶餐厅的新一天也开始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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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帮你喝一下 小蝶 你好 两位 两位吗 两位 来这边请 两位 对 我们会招呼一下客人 然后没有客人的话 我们会到里面 然后帮客人天天茶水啊 聊聊天啊 然后有些客人比如说 会问一些菜单问题啊 我们会跟客人交流一下 沟通一下吗 Lisa是位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 年纪轻轻的她 如今却已经是这家 上市餐饮集团的区域经理 然而在一天之中最忙的午饰 她同样要像一名普通服务生一样 忙前忙后 不仅要接待顾客 有时还要询问顾客的需求 这些菜单问题 妹妹睡觉啦 嗯 稍等一下啊 把它放在椅子上去嘛 比较舒適一点 喝水啊 湖都可以折地了 可以折地了 好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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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在的上海茶餐厅里 像Lisa这样的本地服务生很受欢迎 而且几乎都是餐厅里的主力 其实在茶餐厅登陆上海之初 为了保证茶餐厅的原汁原味 很多餐厅都会选用香港或者广东的厨师和服务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多的上海本地员工被接纳进来 茶餐厅也渐渐变得更加亲切 那么最特别一件事我更发现的 连付账的方式改变了 香港一定是站起了拿着商单到柜台排队 排完了队付钱付了钱走那个买单嘛 这边不是的 你就会招招手 就会有服务员过来跟你服务 帮你结账帮你做 这个是服务又上了一层楼了 这个单是从香港贸易开始的 其实这个文化是上海的 我要讲这个渊源 到了这个香港以后呢 上海里港 那么香港是广东人啊 搞什么呀 水河路搞什么呀 这上海人说什么 水河路搞什么呀 买单买单 他们就听说不知道是买卖的买 他以为是埋葬的买 就是买下来 不要给人看钱 所以这两个文化 又产生在一个笑料之中了 为了更贴近本地的口味 餐厅每次推出新产品时 都会做一些试吃活动 而这样的活动 对于丽莎来说 往往伴随着忐忑 这是一种港式的甜品 对啊 3米多 7米多 面对八方来客 得到的反馈 并不都是既如人意 我拿进去帮我们 求是帮你沟通一下 然后帮你从前上 好的好的好的 客人认为新产品的味道太甜 不如预想中好吃 这里Lisa有些尴尬 或许她正在整理措辞 今天前面那个客人说 这个木瓜豆穴 就是味道还可以 而且滑滑的 吃起来的口感不错 但是略微有一点点偏甜 希望我们感受一下 好的 谢谢 每天中午都这么忙的 因为特别是星期六星期天 客人出来吃饭的客人 都会比较多一点 当我们想让Lisa 站定接受我们采访时 她的对讲机又突然响起 繁忙的工作 使得我们的采访 难以进行 这是要你福利的 这个是要你福利的 知道了 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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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说 四个单凯还没上 好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我能听到吗 我叫Lisa 我叫Lisa Lisa 你没听到 我一直讲话 Lisa 你要跟我厨房吹单吗 我会冲进来了 你快点 我叫谁啊 我在里面 我叫陆哥在里面 我叫陆哥在里面 你把对讲机给陆哥 36号抓 我去看一下 你好 什么事啊 四位 不好意思 是吗 是吗 我帮你退一下 稍等一下 忙就好 两分钟 好 那我去跟客人打个招呼 你四个半塔 快点啊 好 Lisa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姑娘 在大家乐餐厅里工作了八年 她认为 这八年时间正是茶餐厅 从时尚产物到美食餐厅的转型阶段 渐渐地 人们不再把去茶餐厅吃饭 当作体验港剧生活的一部分 而是确实爱上了香港美食 港师茶餐厅文化差不多在上海 应该也流行了基本上有十年左右 但是到了上海的话 毕竟我们也说要路向随手 然后慢慢地慢慢地也会有一些改变 比较适合一些上海人的口味 曾经我们推过一个叫排骨菜饭 这个上海人应该都很知道 之后这个排骨菜饭呢 也随着上海去了香港的大家乐售卖 排骨菜饭融入了大家乐茶餐厅的菜单 并被带到了香港落地生根 体现着当代香港茶餐厅文化多元化的特性 Lisa告诉我们 她也曾是一个看着港剧里的茶餐厅 长大的上海姑娘 至今电视剧里那种街房邻里相濡以沫的感觉 依旧令她感动 尽管护上茶餐厅大多有着靓丽气派的装潢 并不像香港本土那般亲切 但上海人似乎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寻找那份属于茶餐厅的温情 为了迎合内地市场的需求 15年来茶餐厅在保证菜肴品质的同时 在菜市上也不断求新求变 并开设了多家分店来扩大市场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在香港 茶餐厅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 也做了很多改变 这或许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原来茶餐厅的变化与改革 并非来自于水土不服 而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到来 下午三点 对于上海的上班族而言 这个时间正是他们埋头工作的时候 而对于在上海的香港人来说 这个时间点却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休闲时光 香港的工厂到了下午三点半 是分班休息的 就是喝下午茶 这个如果你不放下午茶 那几乎大家再起革命了 我们一起不工作会罢工的 所以大家要分班 一组人可能三点十五分开始 那么十五分的人 他就要四十五分要回来 所以另外一半可能三点三十五分 或者是四十分左右再去喝下午茶 这样子交替之下不会停工 然后大家一起在喝下午茶的时候 是不分老板 厂长 或者是工人 他都会在同时享受下午茶 因为下午茶实在是一个很平民化的 他不昂贵 其实 喜欢追求优雅生活的上海人 如今也对下午茶服务情有独钟 只要工作允许 互上茶餐厅也常常会在午后 迎来又一次客流高峰 而在同一时间的香港 此时的茶餐厅已经忙得不可开脚 五号和六号 好啊 两杯冬奶茶 好啊 送去哪个 新的F69 好 多谢 拜拜 所以香港的下午茶现在改变了 就我们很多不再去这个茶餐厅或者吃 因为第二茶餐厅也爆满 我们就变成在自己的协制楼 或者自己的工作地方 打电话叫外卖 所以就形成了外卖下午茶文化 一样很快 大概是20分钟 这个外卖一大盆一个东西来了 香港人的下午茶一般在下午2点到5点 在广东话里 这顿点心被形象的称为3点3 3点3就是3点1克的意思 香港人通常会在中午12点吃午饭 而下午6点为下班时间 但在这段工作时间里 常常会扣去半小时来喝下午茶 于是喝下午茶的叫法 也就成了取工作时间中间值的3点3了 一日出 都几多下 都可以做到成四至五千元 四五千元再送一转 多多转 因为去这不停地包 你不停地去 在香港 送下午茶绝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 每天的外卖收入大约八九千元 按平均100元一单计算 每人每天要跑20多趟 看到他们把一个个外卖送出去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 我在香港拍剧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机会可以下午茶的 但是我们的剧组很聪明的 带个壶 拿着一个大的水壶 带两个大水壶去 把冲好的奶茶放里面 放里面之后赶快开车去煮 开到这个片茶 或者开到电视台 然后大家就一人一杯一人一杯 这个享受呢 倒是有的 香港人传承中国传统 坚守西方文化 把高档红茶变成了平民化港式奶茶 而这种喝下午茶的习惯 现在已经成为了香港人日常生活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然而然 茶餐厅也在这样的环境里 拥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然而 当我们走访香港本土的茶餐厅时 却意外地发现 坚守了50年的香港茶餐厅文化 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地租上涨坚持真的有必要吗 不停地包 你不停地去 香港就是个地方小 人多 才可以有茶餐厅 茶餐厅买单之祸 未来茶餐厅的发展方向 又会走向哪里 如果你不喝下午茶 激务大家就起革命了 我们一起不明做会办公司 变得更好治愈 你要保持它传统的一面 茶餐厅《双城记》正在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魔不大的兵士起家 到今年5月 香港银龙茶餐厅就要50周岁了 这也意味着 这家老字号的茶餐厅 已经伴随着香港人整整走过了50个年头 采访这一天 银龙饮食集团的知行董事邓炳熊先生 亲自在店铺里监督 像一位普通的大堂经理一样忙碌着 50周年店庆自然是最近邓炳熊工作的重点 但其实更令他紧张的是 旺角的银龙分店正面临着关门歇夜的危险 20周年4号的名单要处理多多 你不够的要告诉我 明天的时候我们开户的时候 我们要看完整份 还有那个温单可能要给我们 最重要的是那件事 匆忙之中 他把我们带到荃湾 一家有着18年历史的银龙老店 全湾是香港第一个重点开发的新市镇 也曾是香港第一段地铁线的终点站 这里的街道建设 几乎都是以地铁站为中心 南北两端 差异很大 邓炳熊告诉我们 最早选在这里开店 就是因为他可以给职业不同 又形色匆匆的人们提供方便 因为香港就是地方小 人多才可以有茶餐厅 就是出流不息 坐下吃东西吃东西走 例如什么 公仔面 厨房的出品 我们要有猪扒饭 再加上我们又是香港人 比如我们南方人多 面食要加上鱼蛋河 云吞面 集中在一起 将它变成茶餐厅 后来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 房租也水涨船高 这也迫使香港茶餐厅 开启了24小时通宵营业的模式 但由于香港茶餐厅 总是以街坊邻里作为服务的对象 很多茶餐厅都很坚持 保护自己的熟客 这也导致餐厅食品价格上涨缓慢 与铺租的飙升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 再加上洋快餐的竞争 香港茶餐厅的生存空间 似乎正在压缩 令邓炳雄担心的 证实这个问题 近几年来 铺租涨得太快 租金开支 已占营运总开支的30% 在尖沙嘴 铜锣湾等中心城区的分店租约 也将陆续到齐 加钱续租 几乎不可避免 部分分店可能要撤往 同区二线商圈开店 在我们节目播出前夕 我于旺角通菜街 同样经营了18年的银龙老店 因为无法承受涨价至200万港币 一月的租金 而不得不提前灌门协业 令人扼腕叹息 或许茶餐厅的未来发展 依然是要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吧 我们看到银龙那份50年的坚守 看到上海新派茶餐厅树立的典范 也见证香港茶餐厅 从家庭到集团的变迁和发展 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 也用自己的智慧 把这个地道的茶餐厅文化 送出香港走向世界 香港茶餐厅来到上海 以一种全新现代的独特风格 演绎出新一代港式餐饮文化的精髓 那就是创新与融合 而这种香港独有的饮食文化 之所以选择在上海 这座顶级潮流都市落地生根 正是上海海纳百川 中西融合的城市气质 与茶餐厅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或许在上海人看来 接纳茶餐厅 就像在接纳一种相似的文化 性格上的认同 让美食变得不再有疆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